那就是留意一下 就是5月4号 我们有邀请到一个 其他不干涉的讲者 会跟大家介绍这个 BetalSign 就是人体的这种 特征侦测的雷达 那5月4号会需要绞交 应该是说会宣布 专题海报的绞交 那我记得绞交日期 是压在5月10号的样子 我看一下 就是说各组的组长 你们可能要就是准备一下 这个专题海报 这个 那预计就是说会在 我的印象中 我现在规划的时候 应该是说大家要在5月10号 对晚上10点前绞交 所以下个礼拜5月4号 5月4号的助教会来跟大家宣布 这个大概的规划 那所以 这边大概就是说 大家可以不居隔室 那大概就是说 有点像是准备一个小型的 一个专题海报这样子 让其他组的同学 可以知道你大概要报什么 那所以大概你会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文字 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概念 那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那不屈隔室 那应该说不定助教会规定格式 我不知道 就是看下礼拜助教怎么规划 好那记得就是说 主场要记得在6月4号前 你要缴缴你这几次报告的这个report 那当然就是我们这次的同学 人数比较少 那所以就让我们就两组而已 那彼此 彼此不平 那应该大家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我们就稳稳地度过这个学期 这样子 好那 那就请大家记得 那助教下个礼拜会出现 好那今天会有两组同学报告 那也是预计会安排在这个三点之后 三点之后的那个时段 因为两组大概一个小时 然后加一些休息时间 所以应该会从三点那边休息以后 就开始给同学报告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 我们今天会结束这个lecture 那我下一个lecture 其实我还没把头一边完全做完 那如果有进到下一个lecture4 我们要讲array的话 我们会先只讲一些基本概念 因为我头一边还能做完 那所以会大概是今天把这个讲完 然后如果时间还有的话 我们就先进到下一个lecture4的一个起始 那好那大概就从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那上礼拜呢 我们其实在这整个lecture里面 我们是要跟大家介绍说 你的雷达你除了侦测 在更上一个lecture2的时候 我们讲了match filter跟wave ball 那边主要跟你测距有关系 那这个章节主要就是在讲测速 所以基本上你在这个章节学到的东西 你就可以虽然你只有一根天线 但是你就可以做出了测距跟测速的雷达 那这个章节就是在讲测速相关的事情 那快速recap一下上次的内容 就是上次的内容就是其实从最一开始的这个 dupper就从这个相对运动来开始说 那这边我们就不会再细带了 那这边主要是大家最后要记得 就是说一般我们现在讲这个dupper frequency shift 你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式子 这fd的2v除测距 那其中这个v呢指的是镜像速度 镜像速度 那记得 我们用这边用v 用Blaster这个字眼代表有正有负 那如果我们现在用speed 这个字眼代表就是它是取绝对值的 就没有正跟负 那雷达为什么要正跟负 因为你要知道说你的目标物是朝着你靠近 或者是远离 那一般而言就是朝着雷达靠近的目标物的 这种它的速度量 我们把它会是视为是正的方向 远离的话是负的方向 那所以在dupper frequency shift的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记得这个常用的式子 这个常用的式子 那这个推导的过程就是 我们今天也不会讲了 就是上面这些的过程 但是要记得这个式子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都会在那边做dfd 那dfd其实就是对dfd的spatch 在屏埔上面做取料 那所以你今天一天到晚要做dfd 那你也知道dfd的特性 在屏埔上会是周期性的出现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dfd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要嘛就是说 我们并不会用这种hust为单位来表示 但是有时候面对我们直观 直观有时候想要表达的 我们又会想要把它转成 是用velocity为单位 一般而言我们的velocity就是meter per second 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用meter 因为会对应到光速 一般我们是用13乘10的八次方 meter per second来表示 那所以单位是meter跟秒 公尺跟秒 所以这个波长也会是用公尺 通常会用公尺为单位 那所以你的v是meter per second 那所以这个转换式是一天到晚你会用到的 因为有时候你跟别人讲说 你dfd的多少 其实大家很难有一个磁光的概念 可是你如果跟大家讲说 我今天用某某频段的雷达 比如说不管是低频或高频 那我们知道低频或高频的雷达 它就会反映在它的lump也会不一样 因为你的低频或高频反映在这个fc 那constant的光速 那所以你的lump它就会不一样 那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说 我们现在是用多那个怎么样的频段 我们是用低频段的雷达 还是什么expand频段的雷达 还是什么ku band的雷达 或n-wave的雷达 那它就会反映在它波长 就是可能你越高频段 它的波长就越短 那一般我们会讲说 我没有什么样的频段的雷达 然后接下来会去说un-lag目标5 它有多少的速度在运动 那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会喜欢用velocity 或者是说有时候在这个vector里面 我们会double spectrum跟velocity spectrum 有时候会混着讲 那如果每次只要讲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自己要记得有这个转换式 好 那所以这个大部分我们现在探讨的case 都是像这一张这一页头影片一样 就是一个在表面上的雷达 service雷达 它指的就是说你摆在地球表面上的雷达 那所以以这个图为例 你要记得就是说你的所谓的镜像速度 是它这个雷达的这个电磁波 到这个目标物的直视波的这个方向 就是它的这个镜像距离 所以你看的是这个在镜像距离上的速度分量 所以是镜像速度 好那所以你如果这个飞机朝着u的方向飞 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如果要得到所谓的radio velocity 你必须要考虑的是这个夹角 它跟这个雷达的电磁波打到这个目标物的这个line of sine的夹角 那这才是可以换算回你的这个镜像速度 那就是如这个第四式的这个式子所示 好那这边就是还是一样跟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可能像包括最近可能有遇到一些 比如说你今天只是要考虑一个face的变化 你有一个固定的平篇 那这个平篇会 其实这个东西你也不用执着在这个课程里面 其实就是说你今天有一个平篇 好你有一个平篇 那你会反映在你的讯号上的face像 face像就是J的后面这一项就是face像 好那你要怎么去做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 帮助你去做后续的推导 好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能力 因为你如果说你今天只是单纯想要去分析一个所谓的 任何一个signal 好那考虑一个平篇 那其实都不外乌就是你可以落入第五式的这个式子 那只是说我们这边因为考虑的是雷达的这个slot time 所以slot time大家记得它的取样就是每个PRI取样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的是这种face array雷达 一般都是这种pulse stopper型的 就你会打一个pulse然后收一段 然后transmit再打一个pulse然后再收一段 好一次类推 那这样子构成一个CPI为单位 那一个CPI就成为一个data cube 那它就是一个一次雷达扫描的 一个基本处理的单位 单位人 那所以一个CPI里面含了多个PRI 那所谓多个PRI是就是说你的transmitter 重复打了好几个pulse 那所以就是这边的取样是tPRI 然后有m的 然后构成了一个CPI 那这个formulation大家记得 那只是说在雷达这边有一个key point 就是说你这个data cube 你是normalized to这个PRI的时间的导数 那就是PRF 那所以这边不是normalized to你一般face time的这个取样率 你是normalized to这个PRI的导数就是PRF 因为你是每个PRF才取样一次 所以这就是它slow time的来由 那所以这边就是请大家就是记得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数学的computation 你要怎么做分析 那为什么这个重要 因为你如果说比如说你这样去分析说 你在slow time上面做了一些处理 它会怎么变化 譬如说你今天对它做free a transform 你总要会推导它 你总要会用这个式子开始做后续的推导 那后面头一边也有讲到 那如果说你今天比如说要考虑加一个window 比如说你这边要乘上一个window的系数 那这个window乘进去之后再做free a transform 会变怎么样 那就或者是说等一下大家在课堂上会看到 就是你先y of t 你maybe你会想要compolution一个filter 那它会得到一个新的y prime of t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这个h of t怎么给 你就可以做一些这个像对应的推导 那所以这边这个基本的式子 大家就是要有这个概念 就是考虑有一个频率的偏差 那怎么样对应到一个face的差 那它整个关系带出来的式子 我们要怎么一步一步去做推导 好那这个评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比较熟了 我们就不讲 那这边有个要注意的就是说 可能有些人你们会做一些 比如像是空中载具 比如像之前那个 也是那个之前的讲者 在介绍那个step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是在战斗机上的空用雷达 那这个东西在分析dopper的话会稍微比较不一样 因为你必须要考虑到说你的波就打下去的时候 你会朝地板扫描 那那个波整个撞到地板上面 它那个bin width 它那个波数它的那个宽度 会使得你dopper的这边的表现上 会有一些spreading的现象出现 那就像这些事情一样 你波打到地板上 P1 P2 P3点 它都会给予你这个雷达它在移动 然后以及它的这个镜像速度的这个推导会有 会有一个不一样 那所以就这边来讲就是说你会发现说你的空中载距在飞的时候 其实你打到地板的这个clutter 手板弹回来给你回波 它会落在一个有速度的值 而且还蛮大的会spread你占据的一个空间 那就像这个在你如果只看一个range跟plastic的平面 你会看到这个三角椎的意思就是对应到这个main beam 这个main beam 就是你会发现说它的地板 因为它波在扫描 比如说它现在在扫描地板有没有什么样防空炮台 或者什么移动的坦克车什么之类的 那它可能会有很多时候它是扫描到地板的 但是地板其实它是没有速度量 但是你的空中载距正在飞 你正在飞 所以你正在移动 你正在飞 那这样子的话 你扫描的波打到地板也是有一个相对有的运动存在 那所以就会反应在跟range跟plastic的平面上面 你会看到有这件事情 那以及就是说它的电池波会有一个 就是除了它指定的波速成型的地方以外 它还会有一些遗漏出去的部分 那遗漏出去的部分就有一些特性 那要注意的就是说它正下方的地方 相对于这个空airborne的雷达 它还是没有速度量的 所以它还是会落在速度为0的地方 还是会落在速度为0的地方 但是通常这些地板的杂波给予的构线都蛮大的 所以有时候它的比较强的能量 它就会spread in在这个整个速度域上面 那这个空中载具如果是你有做像是合成空气雷达 或者是合成空气 因为合成空气雷达有时候也会搭得在战斗机上面 通常像现在的像F16 F35 他们的这个飞机上的雷达也都通常 同时不只具备搜索追踪的功能 同时也具备这个像是之前同学有报告的那个火控 就是说火控的功能 就是说你要更精准更finder的比较去知道说 你要瞄准的对象 或者是你要瞄准的对象 它现在要精细的移动状态 那同时它还可以做一些地表的成像 因为就看看地面上面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防空爆塔什么事件的成为威胁 那所以一般像是这种airbomb雷达 其实是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那所以之前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有兴趣做这个step的研究 那很多时候它的case就是用在这种空载雷达上面 那这个东西就是也是一个step的入门 但是step相对是大家刚刚也听过那个讲证的报告 其实相对是比较复杂的 那这边我们这边也没有再多做那些事的准备 但是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做战斗机上的雷达 比较可惜的是这个学期 那个本来那个topic15应该是空中展具的这个雷达 可是那个章节太多 刚好大家都没有人选 那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们那个 我们本来给他同学课堂报告的那个教科书的第15章 他有用一个大概我记得好像七十几页的分量 在写这个战斗机上面的雷达 那那边其实写了蛮多东西的 那就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 有这回事 那这个东西不是固定式地表东西在动 而是你的这个雷达在动 而是你的雷达不是固定的 你雷达在动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对置于地面上 他也会有一个相对运动存在 好那这个ambiguity的也希望大家知道 就是说ambiguity就是说 大家要记得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说 你在spatron上面 我们现在做这些discrete time的分析 它spatron都是会是周期性的出现的 所以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周期里面看到的 不一定真的是落在你那个速度的这个屏幕里面 真正对应到那个速度的 它有可能是一个高速的目标物 但是它被它被它其实从 因为它repeat的出现 出现在我的低速的区域 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一般而言 如果说一个最基本的做法 就是说你今天你要知道说 你这个雷达你所支援的 这个最高可以看的速度是多少 那当然我知道有一些进阶的做法 就是你甚至也可以去把你的雷达 可能原本你的这个 unambiguity double coverage 这样子而已 但是它有一些方法去帮助你去辨识出说 其实你高速的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你如果想要避免这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就是可以直接说那我这台雷达 我所可以支援侦测到最高速的目标物 它的速度只能落在你的二分之正部 prf之间那这个是unambiguity 那但是还是要注意要强调就是说速度平补上面 它的周期的出现 所以不代表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 低速的东西 它真的就是低速的东西 它可能是高速的高速的目标物 只是它在你这个 这一个周期里面它也看得到 那所以有些想法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说我今天能不能有机会说 比如说我今天这台雷达 我今天我的速度平补 比如说我现在只定义 比如说我现在是-100m per second到100m per second 那maybe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对你的这个x走 你定义的是说我要看100m per second到300m per second 那你这个时候就变成说 我现在在这个平补里面 我所侦测到的 我都试为是落在100到300m per second之间的目标物 那当然这样子会有一个fail 就是说如果你要这样子做的话 那就那不就言下之意就是说 那-300到-100呢 你是不是就变成说 你不会你不会你不会把你现在认定的这个这个尺 你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尺是要刷在 是要刷在中间的 就是说比如说正负100 正负100 你这样看它这边 那你也可以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就是说指定就是要看对我有威胁性的 对我有威胁性的 那就速度稳正了 那就是你就是变成说 我现在定义说 我现在看的都是应该是落在 我会认定成它是落在100到300m per second之间的 那你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要对方的 对方的比如说你今天有个飞弹朝着你飞 它飞得很快 它飞得很快 那你那个时候你要去拦截它了 maybe你就会想要就是说 我现在我的这个观测的速度范围 我从正负100变成100到300 我只在乎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有政策到 我只会认定它是落在100到300m per second的moving target 那这个时候负的远离的这边你就不会看了 那这个是一个做法 就是说你因为你就是运用这个周期性 所以你如果说已经知道对方已经飞那么快了 比如说一个飞弹朝着你飞 你飞那么快了 那个时候你可以定义为你就是再看100到300m per second的速度 然后它只能看来象 这个也是一个做法 那关键的就是回到DSP课本里面所教的 就是平补上面这边是周期的逐渐 所以你不管哪里有目标五 你都会同时就是repeat的逐渐在下一个周期上 那range也是 range在之前的lecture2我们没有讲 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 你今天拨打出去的时候 你并不一定有时候在你自己的swats的收割范围里面收到 你可能是在下一次的收割范围才收到 那这样子其实就会有一个ambiguity 因为其实你没有在你该收的地方收到 而是因为它那个拨打出去之后 他不知道经历了什么天荒地老 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然后又因为对方的那个什么可能有个building反弹很大 那个拨回来之后很晚才回来 那没有在你自己的收割时间内回来 那这样子的话也会有ambiguity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说你一定要先给人记说 我就要宣称说我有一个没有ambiguity的这个range跟number的范围的话 考虑到这两件事情最后有个结论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 你会知道说只要你这个range跟velocity相乘是四分之让它击 等于四分之让它击在这个里面 你的r跟v可以同时是没有这个ambiguity 那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同时看速度跟距离跟测距的这件事情上面 你要怎么样认定它是没有ambiguity的 那从这个定义式可以去看 那上礼拜最后有跟大家讲一个这个clutter 那这个clutter其中大家就是知道 凡是你雷达不感兴趣的目标物都称作是clutter 那通常而言就是说通常而言现在这种监控雷达来讲 通常都是你的人造物通常都是你改进去的target 那地表的这个东西不是你改进去的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合成空镜雷达的话 你要透过雷达在卫星上面做电磁波的成像 通常那个时候你改进去的可能是地表的这些自然 自然地表的这些目标的物体而被人造的物体 那这个东西有一些特性 那这个特性大家要记得就是说clutter有一个我们 我们在上个礼拜讲的就是说你要运用它这个highly correlated的特性 因为假设你今天打一个电磁波那他前面有一个建筑物 那基本上建筑物是不会动的 所以理想上你可以预期你这个电磁波打到那个建筑物弹回来 下一次又打一个电磁波打到那个建筑物弹回来 它应该是给予一样的贡献 那基本上我们没办法宣称说它一定是一样 所以基本上我们基本上会用highly correlated这个字眼 那既然有highly correlated这个字眼 就可以来想说我们要怎么去model clutter 那这个东西可能跟大家在做一些模型比较有关系 因为大家可能不管在做什么模拟 你可能有时候会去想要去模拟一些就是高度相关的事情 高度相关的一些讯号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这个autoregressive的这个model 那上礼拜有一个typo 就这边少打一个f我已经把它补上去了 那这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就是你今天第一次打的这个波跟第二次打的波 他们回来的长相应该是有高度相关的 那当然直觉上我们会觉得说它应该 在口语上我们会说应该是一样 但是在素颜上我们严谨一点不要说它一样 因为你可能每次回来的波 你都有不同的热闸讯或者是有不同的干扰 这个我们很难讲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做highly correlated 好那讲到这个词我们就可以透过用autoregressive的这个模式 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model就是这个第十四 它是一个这个one pole的filter 那这个词子就是方便大家做模拟有时候你可以很简单的产生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电脑模拟里面 我们都可以去产生那种iID 就是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的这个quite Gaussian noise 那这个东西是independent的 好那independent gaussian的independent就是imply uncorrelated uncorrelated也是imply independent嘛 所以你今天就是先还是先产生一些 independent uncorrelated的quite Gaussian random variables 那接下来你可以透过这个第十四 让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关联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formulation 那所以这个东西它的frequency response 你可以写成第十一式的这个样子 它其实就是从这个autoregressive的这个模型 去把它简单的写出来的 那所以大家要看的其实是这个结果 就是说你今天假设你今天只有单天线 你今天要做一个测速测距的雷达 但是你会发现说你这个单天线在辐射的时候 以及收回来的收讯号回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有地板的杂波会同时收回来 同时收回来 那你在一个所谓的range跟velocity的平面上面 就这个图 所以我这边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对应到face time的index 跟dupper 但是我们这边用比较直觉的就是range跟velocity 也可以用这样子的单位来做它的两个轴的表示 那你用这样子的模型 然后并且考虑到说这个随着range 因为我们可以预计就是说你的地板 离你的雷达越近 你给予的那个cracker return ground地表的这个ground cracker return强度越强 那越远应该越弱 所以你就可能会想要用这个模型来做这个model 所以这个模型告诉我就是说你今天速度为0的地方 那距离你的雷达越近的地方 这边的回波能量很大 那越远你的回波能量就越小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数据模型 帮助你去理解这个 你怎么去 比如说你今天要做一个雷达的模拟 你要怎么样去model一个ground clutter 你如果在还没看任何文献之前 你可以先套用这个简单的数据模型 那所以124跟刚刚的式子比起来不一样 就是说它多了一个face time的维度 那这边face time的维度 我们的face time index是用小N来表示 那所以就有这个历史而是 那当然就是说你可能如果去看一些雷达教科书 你可能会看到说很多不同的ground clutter 包括它那个ground 它那个地表 它是反射系数怎么样 比如说它今天是沙漠 还是它今天是那个什么山坡地 还是它是一个草地 那个其实都有不同的反射系数 那它大概不爱乎觉的时候 会去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 把那些前人们量出来的那些反射系数 就怎么放到一个数据模型里面 那大概就是说不爱乎 都会从这样子的模型去做一些延伸 那所以这个最简单的 课堂上我们只讲这个最简单的模型 那你如果去看这个课本里面 它大概就是还会有就是比如说 你比如说像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就是用这种很简单的第14来做延伸的 那其实再往回推 你往回推就是autoregressive的这个缝 那这个缝是它有它的power spectrum density的表示 所以你如果去看课本 有时候它会直接给你一个power special density的formulation 就是它会直接给你这个formulation 然后可能它的系数都已经给你给好了 让你去做去反向的去产生产生回来 那当然那个就是比较复杂 就是说因为你给定power PSD 你就是要把它反推回来 它的反复列的trance form就是autoregressive 那抱歉就是autoregressive的function 那你要怎么再把它去拆解 把那个讯号把它拆出来 就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但是是做得到的 所以通常有时候在你看雷达的教科书 他们在做一些clutter modeling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用给你这个PSD的公式 那这边大家有兴趣在看课本就好 因为这边其实蛮多的 然后它反推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这个PSD反推autoregressive 然后再反推回讯号的这件事情 你可以去看一些像是statistical的这个signal processing的书 或者是你超过google现在应该都可以查到 因为这个其实甚至应该在random process里面 应该也有教 就是在这个PSD你要怎么反推回来 回到它这个讯号的这个process 这个random process要怎么表示 那这个东西可以去看其他相关的课里面有 那主要想跟大家讲就是说 通常有时候大家在课本上面看到一些介绍clutter的模型的时候 它有时候会给你直接像是第九试这样子的表示 那它告诉你说这个地表这个沙漠 你要带入什么样的技术可以去model这件事情 那不外乎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现在这些clutter基本上都是低速 你如果其实是海 你是海杂坡 基本上那个海 像我们之前在做那个海杂坡model 大概就是说会考虑风速 因为风速几级风就代表几级浪 那这东西在前人有一些书里面 我记得有一本书专门在写那个海杂坡 就是sea clutter 那里面都有一些相关的模型 那但是其实是海杂坡 它有那个波浪波动在动 它其实也是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低速的 比如说大概速度落在3到5m per second左右的一个微小变化量 那所以一般有时候在讲雷达的时候 会说为什么海杂坡特别难处理 因为它不像地板杂坡 地板杂坡是ideally它是0m per second 它如果有一些零点零几的 那个只是因为你的讯号 你的spreading在那个Duffer spectrum上面 你有时候主要没有主准 但是如果是海杂坡 它是可能maybe是落在3到5m per second 它是有一些速度量的 而且海杂坡的反射量通常就更大 甚至还有一些有点像是禁止的效果 就是说因为海杂坡有时候就是你间 你电磁波遇到那个海的时候 那海有时候有点有时候也会像一个禁止给你带来一个multi test 那个海杂坡其实是不好处理的 那是有一些专门的书 像是你可以想象大概就是说放在像是航空母舰 或者说那些博克来一起战舰的那些海面上军舰的雷达 那些大概会应对到海杂坡 就是也要有处理海杂坡的能力 那如果你可以随便一个监控雷达放在海边 那你也会遇到海杂坡 那尤其是像比如说那个海啊 那个打到那个地板上那个潮性 那个潮性也会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clutter return 那这东西都可能会造成所谓的误报 那误报就是会变成是整个雷达就变成说 你比较没办法去相信说 哪个目标物政策到目标物是比较可靠的 那大概会有这个状况 那快速recap一下这个上个礼拜讲的 那希望大家知道说这clutter 为什么要多一点时间讲 因为这个clutter的modeling 其实是很关系到说 你今天怎么在电脑上面做模拟 你就可以评估你雷达的效率 所以你必须对一些比较dominate 比较主导的这种不理想的这种干绕人 要做一些模型 那当然有些建模的事情 我们在课堂上不会讲太多 因为建模这件事情比较偏向 比较偏向一个就是经验 他比较没有学历 他比较偏向就是说可能有一群人 包括像比如说你们去看4G 5G 6G的那些 行动通讯的那些模型 他通道模型其实是很大的章节的 那通道模型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些 比如说两侧团队 他们会去做一些通道模型的两侧 竟然把那些两侧的到资料 回推回去建立那个模型 那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但是他在学历的分享上 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多学历的价值 但是在实作上 各个模型你要怎么用 然后来反映出你产品 不管你是要做手机或什么样的 那个通道模型基本上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这边我们讲的是在雷达里面 你必须要去model clutter的模型 那其实在你如果去看课本的话 其实还有很大的章节在讲说 你要怎么去model 你要侦测目标物的这个target的模型 那这边我们可能课堂上也没办法讲太多 但是大家知道说 这边用一个最简单的数学模型 告诉大家说 这个clutter很让人头动clutter 尤其是这种不动的clutter 像是groundclutter或者是buildingclutter 你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做一个模型化 数学模型化 帮助你去评估你的效能 因为你比如说你要发一篇雷达paper 你可能说我今天提出一个方法 我可以很有效的deal with这个clutter 那你要怎么去证明 那你要怎么去modelclutter 那可能相对你要去model 那个很真实的clutter可能很难 但是你可以至少有一个 比较是有顺服力的数学模型 就在这边 好那我们就进到第二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要讲这个dapperprocessing 那dapperprocessing其实就是不外乎 就是说在速度域上面 我们要去做一些处理 那这边我这边只会跟大家 带两个比较简单的事情 第一个是这个moving target indication 那第二个其实它也叫dapperprocessing 但是我这边刻意为了跟这个标题区分 然后沿用这个课本上面的 比较古老的讲法 他就是把它细讲为叫做post-dapper processing 好那大概我这边只会介绍这两个 然后就是针对速度域上的一些处理的技巧 那当然你看课本上面 其实他写的还是有 有些还是写的蛮多的 那这边我们就没有讲到那么多 都要讲出他重要的概念而已 好那现在一样 就是说要讲这个dapperprocessing的技巧 我们先给来看一个overview 那这个dapperprocessing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做filtering的技巧 就像大家在这个dsb课本里面学到做这个filtering 那你今天在做filtering 其实博外户有时候 你感兴趣的就是它的频谱 它的频谱的分析要长什么样子 好那所以有些课 它的课名就叫做频谱分析 因为常常博外户我们在处理的事情就是signal signal博外户就是时间的函数 然后做filtering什么时候到频谱 那大家知道就是说像阵列也是 阵列天线也是 你只是在空间上面做取样 但是你转了一个filtering什么时候 它就变成角度的频谱 所以博外户都是在做这种所谓的频谱分析 那只是说我们这边dapperprocessing 在雷达里面 现在我们处理的对象 我们拿到训练什么 是这个signal time signal time的signal signal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dapperprocessing的时候 你是可以根据每一个距离 每一个距离 你都可以每一个距离点上 你都可以去做一个dapper的分析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训练的模型 是这种一打一搜一打一搜 那所以就是说你今天你会有一个 你一个CPI里面你会打好几次post 那这刚刚在刚刚的课里面已经有讲到了 那你会所以对应一个range点 对应一个range点 你其实会有很多个这个速度域的取样点 比如说你今天这个是R 那你今天这一格 given在这个range里面 你其实在这个速度域上面 你可以看好 切成好几个点来看 那所以我们现在做dapperprocessing 就是这个指的是这个signal time这一段 这一段 given一个for average range beam 我们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所以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 为什么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呢 你其实你重复打了好几个pause 所以这好几个pause 在range上面 它都应该在 理想上它在它的swap 收割范围里面都应该落在同一点上 然后你有好几笔的资料 你要去看说 经历了那么多笔的资料之后 它的速度的变化 那还是一样先帮大家画一下 就是说这个是TXRX 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现在讲的是这种pause stopper 就是这边打一段 然后收割一段 然后打一段 然后收割一段 然后打一段 收割一段 所以你如果今天只看range的话 它应该都会 应该要落在一样的取样点上 比如说它有一个range match filter完之后它pick在这边 然后这个match filter完pick在这边 但是这个的值比如说这边是R0 跟这边的R0是一样的 那这边也是 这个我画得不太好 它应该是要等长 那这边是R0 那所以呢 你今天打出去的pause 面对同一个目标物 假定它在这个CPI里面 可以视为不动 那你今天你回来回来 给你的这个测距点 应该都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它这边到这边 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 这个第二个pick到第三个pick 又经历了一段时间 所以你会透过这三个pick 虽然它range都一样 但是你还是会看说 它有没有因为速度 所带来的一个phase的变化 你就反映在这三个讯号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去只看 这就是所谓的slot time 你要去看它的这个速度变化 所以就是在given 这边有一个就是given 一个fixed range 指的就是这样 你要知道说它的故事来源是怎么样 是因为你先测距 假设你今天都没有什么杂讯 你先测距已经测到那个距离的 你可以挑一个距离点上去看它 讯号随着这个double 所影响的phase的变化 好 那这样来看下面这三个 double procession 你要干嘛呢 它就是要去侦测moving target 它要去侦测moving target 那希望的就是说 即使你有存在clutter的return 我是不是仍然可以 在有clutter return的存在下 仍然可以去侦测到moving target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要取决于 就是说你怎么在速度频补上面去做一些detection 那你怎么要去运用一些clutter的特性 或moving target的不同的特性 你要去抓出那个moving target出来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 我希望我可以测速了 我可以测速了 那所以就是major这个radio velocity 我希望可以测速 那所以大家一样知道 radio velocity可以跟double shift 可以做一个换算 所以你当然就是说我现在有moving target 我就想要去测它速度是多少 因为你今天在做侦测的时候 你如果就知道对方 比如说来向的飞弹速度是多少 你要怎么去设计你的对应的拦截 你才有办法去设计那个拦截的路径 和派点算法 那所以这个东西是你必须要测速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更进阶一点 你是不是可以透过做dupper processing 如果我们今天犯指就是dupper processing 就是在速度域上面去做处理 那请问你是不是可以在处理的过程中 顺便的去把这个clutter return做一些压抑呢 那压抑要干嘛 你这样就是可以去improve这个scr 就signal to clutter的ratio 因为in general来讲 clutter通常都比signal还大很多 那所以你会希望说让clutter的量 做一些被做一些压抑 被做一些压抑 那在这个小部分里面 这个section里面呢 就是要讲说 dupper processing 现在在这个我们的课里面 只会主要介绍两种 一种是MTI 然后一种是postdupper processing 那我们先讲一下MTI MTI其实是一个蛮古老的东西 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很 很简单的处理 很简单处理 但是我们等一下可能还是会用 用复列transform方式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MTI为什么当初会有用 因为大家知道说在像1960年1970年 那个时候要做复列transform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你只能在开栋培上面做convolution 你其实要做这个复列transform 也就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MFT 其实在当年是很难的 那所以当时的人就提出一个MTI的想法 那在MTI的想法 我们等一下会从 做复列transform的频谱来看 但是先在看那个之前 你要先知道说 其实在古老的时候 他做dupper 他在 抱歉他要做复列生存模式不是那么简单 好那所以他只能在实域上面去做 好那实域上面去做就变成说 好我今天要做convolution 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 我今天一个讯号进来 我今天要跟一个filter做convolution 那你就是xn 跟这个hn做convolution 那你这个hn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这个hn的type数不能太多 因为你太多的话 这个复杂度就很高 你这个type数不能太多 因为不然你那个convolution下去 里面不知道整法加法 要多一大堆 你的hn 如果你这个type数那么多 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你那个每个xn都要跟他 这样滑过一次做convolution 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在考虑到很古老的时候 我们这个复杂度有限 基本上你不会希望说这个builder 他是这个 他是type数很多 那此外呢 你可以想象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因为已经有spatron概念 所以你知道低频 所谓的低频 会落在那个速度 那个0点为0的地方复制 那当时呢 就是说因为你做freation 什么并不是那么轻松 但是你又知道有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今天不会动的东西 他应该落在低频 所以我今天是不是有可能要去做一个 就是high pass high pass 那个这个high pass的builder 所谓high passbuilder就是 回到我们很古老的tsp课本 就是这样子 你今天如果你今天有一个xf 那你今天有一个f 那你今天high passbuilder就是这样子 就这边才是pass 这边是pass ban 这边是pass ban 低频的地方不要过 你就是只把高频的地方留住而已 那所以呢 古老的状况是怎么样 刚刚讲的是说 以前 虽然说我们等下都会从 bullient transform的角度来跟大家讲物理意义 但是回到1970年 那个时候做bullient transform并不简单 那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得这样子去想事情 就是说你今天第一个 你要low order 原因是因为你只能在title面上面做convolution 你不能让他的order数太多 也就是这个filter的taps数太多 以至于你的复杂度要拉很高 所以你一定要是low order 那此外呢 你有想到说 clutter他应该是不会动的 那他应该是落在leaving的地方 那我是不是可以只要做一个highpass的filter 把高频的地方拿出来就好了 因为他应该就是有目标物在动 那所以要是highpass的filter 那当然这个finitepass response的convolution处理 它是一个linear的processing 那所以这边就有一个linearhighpass low order的filter 的这个关键词出现了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mti filter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 他其实就是一个linearhighpass low order的filter 那多low 这个多low low order要多low maybe两个或三个tap 两个或三个order就够了 好 因为这样子你做time matterconvolution的复杂度才会低 好 那所以古老的想法就是说 你在slow time上面 你可以套用这个mti的filter 来帮助你去做一些clutter的压抑 suppression 那压抑之后呢 其实他就会变成说 你经过这个filter之后去判断说 你现在的这一笔收到的slow time signal 是不是有clutter的存在 是不是有clutter存在 其实古老只能做这件事情而已 就是说你今天 如果我今天这个讯号 我里面含有很强的这个low pass的clutter 就是低频的clutter成分 我经过这个filter之后 我应该就要把那个很强的clutter 它具备的低频成分把它滤掉了 所以我出来的讯号 一般人讯号就会变得比较小 原因是因为就是 他已经把那个里面的clutter成分滤掉了 好那 但是所以你如果只针对这件事情 那么单纯去讲 他其实并没办法做一个测速啊 因为你maybe你 刚刚我讲的话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这个x of n 你这个x of n 你的讯号可能是 比如说x of n 这边太小了 就是比如说你这样振成这样子 这是x of n 但是你经过这个filter之后呢 你maybe你的讯号变得比较小 那为什么里面变得比较小 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这个大的这个成分 就是他都如果你对应到频谱 频谱的概念 你就是落在这低频区很大的 很大的clutter return 他经过这个filter hypass filter之后 他其实把这里面成分弄掉 所以他讯号变得比较小 所以古老其实其实是 我还是强调一下等一下大家会看到 special上面的物理意义会更清楚 但是回到1970年的时候 做副列车的时候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他们单纯只能在实域上的 讯号去看说 你这个讯号里面有很大clutter成分 经过了这个tivo的时候 ok他的这个成分变小了 他讯号变比较小 所以他maybe他可能只能用过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判断说 我这一笔圈套里面有没有clutter的存在 如果有我也趁机这样子把它滤掉了 把它滤掉了 他就当时都只能在开nome上面 做这样的思维而已 只是大家待会看到 频谱一打开 大家看起来就很闲 这个先跟大家埋下一个 等一下我们要讲的事情 那所以大家既然知道 就是古老包括就是说 之前同学报告的时候 也有讲到这个MTI MTI PO 回到古老的课本 当时是这样子的故事背景 所以这边有写到说 他其实就是说 他只能透过一个threshold的detection 去point out 去判断出说 这笔讯号里面 他这笔slot type的讯号里面 他有没有存在target 那其实就是说 有没有clutter成分 弄掉之后 有没有存在target 也就是说 你的讯号从大变小 那如果大变成小的 可能里面就是含有这个 clutter的成分在 所以并没办法在这个 这样子的title面的变化过程中 你去对target的这个velocity 做一些固扯 是没办法的 是没办法的 好那接下来 第二个 就是当然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这个 DFT 或者是FFT 这个 我们现代人已经习以为常了 那 但是古老不是这样子 那所以 第二个思维就说 我今天是不是可以直接转到这个 做DFT之后再看评部 那所以我还是强调 这件事对我本来讲的 习以为常 但是在古老的眼镜过程中 其实不是直接考虑这一点的 但是前人是知道有这回事的 好那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你把slotide signal做DFT 那这个东西就是 整个课一开始 其实我们就已经先接受了这个假设了 但是古老的眼镜并不是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 你这样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读谱的评部 得到读谱的评部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 你如果有一个读谱的评谱 那就像前面几个月的投影片 已经跟大家介绍的 你就一样 我还是强调 这个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那古老的评谱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我们 评谱的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但是古老做FFT 做DFT 是没办法做的复杂度 好 那所以 你如果既然有这样的速度评谱 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干嘛 你就可以做一个threshold detection 你可以在速度评谱上面给定一个玉子 给定一个门槛值 你只要说 在这个速度评谱上面 大于这个门槛值的 我都认定它是target 或者是classic的也会大于 但是你就是说小于 至少小于threshold的 你都认定 那些东西你don't care 我不在乎 好 那一样呢 如果你有这个threshold 你假设今天有一个 平谱上有一个peak 冒出来 超过这个threshold 它是target 那它对应的那个平谱的这个 横轴 就是它对应的速度值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做这个 它是target 那它的velocity 的估测 它velocity多少 你就可以估出来 那第三个 更进一步的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观察了好几个doubles metro 比如说你今天好几轮的扫描 你都要去对同一个距离点 去看它的doubles metro 你观察久了之后 你可能发现说 即使我扫描了好多轮 我在同一个range 同一个range上面 我去看它的doubles special 然后我这一次扫描 这个range上面的doubles special 有一个成分长这样子 下一次扫描 在这个range上面 又有一个doubles special上面 它的doubles special上面 又有长一样的形式 那我可能就可以去做一个clutter mapping 我可能就可以判断出来clutter 我想我再讲一次 就是given一个range beam 我们现在都given一个range beam 因为这个其实跟 卡拉特 mapping设计的算法是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given一个range beam 然后现在scan1 第一次扫描 第一次扫描呢 你在这个range beam上面doubles beam 你会看到这样子 那比如说这边是 假设这边是速度为3好了 3mps 假设我们现在要讲海杂波 那scan2 第二次扫描 好 好 你也是在3到5之间 看到一个这样子很强的doubles 很强的mallover在 那以此类推 比如说你做到scan100 第一百次的扫描 都你几乎在同一个range beam上面 看到有一样 3到5mps之间 都有一样的趋势 那甚至假设你有一些海杂波的模型 你会发现说scan1到scan100 它的这个速度在3到5之间 就是在飘来飘去 就是你像一个海波浪 这样子 然后假设我现在是140扫描 可能 比如说我可能只是在一分钟内而已 不是长达10个小时 因为你10个小时 然后那个潮汐的状况会不一样 一定会经过不一样的潮汐状况 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你的扫描次数多了 你发现它从这个讯号 在dupload屏幕上面 这140扫描整个变动 你已经可以把它建成一个模型了 这个模型你会发现 比如说它符合某一个海杂波 这样子海波浪这样子波动的模型 那你可能就可以探算出说它是clutter 它是cclutter 它是海杂波 举例来说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今天140扫描 你都发现说有一个固定不动的目标 在速度为0的地方 它能量都差不多大 速度为0速度为0速度为0 你扫描了100次 都在同一个range上面 你看到一个速度为0的 一个很强的这样子的main load 在速度平补上面 那比如说你对应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range beam它是1000公尺 1000公尺远处真的有个建筑物 它挡在我的雷达正前方 那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知道说 那边有一个building的clutter 所以clutter mapping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它会透过现在过去的这个资料 去看看说我可不可以做一个mapping 看说发现它是不是clutter 那固定不动的当然很简单 但是如果会稍微动的像是海波浪这种 比如说你观察了100次 你发现它那个波动的行为 符合那个海波浪的模型 那你就是可以 你把现在跟过去的资料 你透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观察 去mapping出来说它是你的clutter 那所以这边其实是 其实在我刚刚的介绍里面 我已经带出了就是说 如果大家有兴趣做 这个clutter mapping的演算法 大概你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说你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在对应的物理上面 去把clutter mapping出来 然后标的说 标示出来说它是clutter 它是clutter 那所以这边是这个post-dupper 你今天当你可以把讯号 转到评补上面的时候 其实你就方便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边其实 通常我们现在犯称的dupper processing 指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指的就是在课本里面 用这个post-dupper processing的这个词 犯指的是这件事情 那MTI Builder的概念呢 其实现在也还是可以用到 只是说现在我们 我们现代的学生 现代的人 已经接受 可能接受 重不列车什么这件事情了 那古老的故事并不是这样子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 就先我们稍微改一下进度 就是继续这个MTI Post-Cancel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讲MTI Moving Target Indication 那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Moving Target Indication的 Key Idea 它主要概念就是说 我今天要透过 因为我今天每个CPI里面 我是重复打了多个Pulse 我重复打了多个Pulse 所以它其实就是说 我重复打 然后收割打收割打收割 那其实就是在做一个repeat的量测 repeat measurement 好那预期就是说 我今天遇到clutter 它基本上都是不动 或者是视为可以 视为不动的 那它基本上它会给我 这些clutter相对是stationary的 它是稳定的 那它会贡献给我相同的这个回波 那这个回波可能甚至 都是相同的 这是key idea 我这边是用idea的角度去讲的 所以理想上我们的概念就是说 它今天给我的clutter不动 或者是几乎不动的 给我的这个回波 基本上都应该长得一样 这是idea 那当然严谨一点 我们要讲highly call related 好 那所以它会有这样相同的这个apreat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如果我今天打了两次的脉冲 到这个clutter反弹回来都一样 既然都一样 我不能直接把他们cancel把它剪掉吗 我不能让他们彼此cancel 就是把我两次的回波把它剪掉吗 那这样子的话 我这样子我就没有clutter 我讯到里面就可以没有clutter的身份 那所以这个主要核心概念就是因为 你有repeat的做量测 那概念上就是说你希望 你认为就是说这种stationary的clutter 他给你贡献的这种echo 他贡献给你的回波的ampress 甚至是都一样的 好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 你有第一笔第二笔 你把第一笔跟第二笔剪掉 那就是可以把它的成分 把它 把clutter所造成的影响把它删掉 把它remove掉 好 那是这个是这个mti postcanceler 的一个主要的key idea 那我们来开始看一些数学 好 然后我们先看一个比较广义的事实 就是说如果你见到一个东西 叫做l postcanceler 它其实就是说它是cascading 它去串 它会去串联好几个 串联l-1个2 postcanceler 2 postcanceler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是2 postcanceler 就是这个是2的话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对应到你的 你的filter response 我们用z transform的表示来写的话 这是1-z-1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2 postcanceler 因为当你l等于2的时候 你l等于2的时候这边是1 那1的话就是这边带进来 就是1-z-1 所以你今天如果有一个filter 它的frequency response写成这样子 基本上它其实就是一个postcanceler 它指的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一次跟上一次的把它相间 把它相间 那这种h of z呢 z transform表示就是 其实你要知道说 它如果写成 它其实它定义 应该说它定义式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title面的表示 z-l z是z transform意思 那这个l的tab 只有从0到l-1 0到l-1 这是基本的z transform的表示方法 好,那是z transform的话 这个z就等于expon的j omega 那omega是角比率嘛 所以又变成2排f 好,那所以今天如果讲说 l-postcanceler 它其实就是去cascading 它就是去串联 L-1个 这个2-postcanceler 好,那所以看到最简单的case 我们就看到下面这几个 我就直接列出来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用h出题的小写 来代表这个l-length the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lter 它代表就是for这个mti 泛指mti filter mti filter 那这个l-length呢 如果你见l等于2的时候 l等于2的时候 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例子 l等于2 你在frequent response 是1-z-1 所以它在对应到 它的这个title面的表示方法 就是这个finite impulse response 的表示方法 当l等于2的时候 l等于2的时候 就是只有h0跟h1 那h0跟h1 分别就是1跟-1 代表我这一次的跟上一次的 如果是一样的 我这一次的减上一次的 那就是这个 就是把这个post 一样的成分把它删掉 那所以这个builder的主要核心概念是这样子 好,那你既然有这一次的跟上一次的 是一样的 我只要减掉就烧掉不见了 那同样的概念 就是也对应到这个第13式的这个数学式 你接l等于3的时候 就是代表你有三个taps h0,h1,h2 那它其中呢 它就分别对应到1-2,1 那这个东西也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 l等于3带进去这边是2 你就会把1-z-1展开 1-z-1展开之后呢 你再把它转回title面 你就会知道 它这个复利液存什么的关系 那这东西应该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假设大家都已经有这个渲望处理的基础 因为你看1-z-1 其实就是跟上一笔去做 这样减 所以你这边是2的话 其实它就是把它展开 所以这个展开之后 就变成说它的系数値就是1-21 那它指的就是说 你今天会做两次的减法 你对于现在这个output 你经过MTFU的这个 现在这个output sample 你会有做过两次的减法 那当然你这个l可以越来越大 到L等于4 L等于5 所以你如果L等于4的时候 那这边就是3 你只是不外乎把这4子展开 然后做这个inverse的负列transform 你就可以得到 或者你说inverse的ztransform 那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h的系数是1-3-1 1-3-3-1 这个东西应该大家展开 我以前都学过类似的概念 那L等于5就以此类似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种MTFU的所谓的low order 就是少的order数 大概不要就是2-3 L等于2 L等于3 L等于4 L等于5 那它的核心概念就是说 它就串接 串接这种L等于2的时候 就是这种串接2-pulse的cancer 串接2-pulse的cancer 2-pulse的cancer就是回到这个式子 就是这一笔 我现在这笔跟上一笔相见 那就是以这样的概念去做推论的 那所以MTFU的呢 MTFU的其实就是 它是一个L-Lens的5-pulse response 那比如说是1-1的话 你就是会对应到 其实画起来就是1 然后-1 你就是经过这样子的filter H of n 你会经过这样的filter 一次类似 好 那刚刚有讲过 就是说 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平补 平补上来想 平补上来想 比较简单 那当然一样强调 就是说无脑的时候 MTFU的 他们是有平补的概念 但是他并不能做那么轻松的副列 所以什么得到我们这两张图 那所以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种MTFU的 其实它其实就是一个L-pulse的cancer 那它有high-pass的特性 就是它这种高频的东西 高频的成分会通过 低频的会滤掉 那这种high-pass的 这种frequency response 它其实就是说 它想要有个概念就是说 它要去natch掉这个0频的地方 natch掉0频的地方 就是natch掉速度为0的地方 那因为通常clutter都会落在低速 或速度为0的地方 那核心的概念这个应该已经讲过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定性的描述 就是说 我们可以先看到一些概念 就是说 如果你的pulse-cancer的长度越长 它经常它会去帮助你去improve 这个你0的位置的这个深度 怒偶的深度以及宽度 怒偶的深度跟宽度 等一下我们来看这张图 就是在0的位置附近 0的速度位置附近 它要被怒偶掉 被natch掉的这个深度跟宽度 会随着它的这个pulse-cancer的长度而不一样 那这个东西呢也跟你的这个 你到时候你要考虑的这个clutter return 的这个特性有关系 因为通常clutter它都落在低频的地方 你可以想象它就是有一个 比较narrow的power spectrum 好那在先看下面两张图之前 一样帮大家复习一下 前面这两张图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落在低频 比较narrow的这个能量的集中 其中的区域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moving target 通常你如果说你今天这个讯号 经过mti-filter的时候 也就是mti-pulse-cancer的时候 moving target要嘛就是会被放大 但是它有可能它moving的速度不够快 它也可能会被衰减的一些 那这个东西就跟说 跟这个moving target 它其实具体都会在哪一个速度上面有关系 好那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 下面这张图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先看黑色的 黑色的就是说 你今天这个横轴是fd 就是你的douffer frequency normalize to你的prf 所以这边是正负0.5 左右是正负 这边没写到正负0.5 那我们现在这边 纵轴所画的是你这个mti-pulse-cancer的frequent response 绝对值 好那你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今天有个在这个平补上面 我如果今天有个clutter为0的地方 我就是其实基本上 我就想要把这个0的地方notch掉 那其他的成分 基本上如果都一样不变 然后就是1 都不变 我觉得你这边不管什么成分 你点乘这个1都还是一样 但是速度为0的地方 你要把它notch掉 好那如果是mti-pulse-build的他的frequency response呢 长什么样子 第一个我们先看l等于2的时候 是蓝色的 你可以看到蓝色的 这个蓝色代表什么 你的 如果你有一个moving target落在这里 他跟这个蓝色的值点乘 因为这个蓝色值已经大于1了 所以你的moving target成分会不会提升 会不会提升 不过就是你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在平补上面点乘一个大1的值 你不止里面的速度成分的讯号 有moving target的signal会不会提升 你要记得其实在实际上 还有noise也会一起会提升 所以overall的target的SNL是没有变的 那这个是这边没有画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好那如果是l等于3 这个深橘色的地方 你会发现说他这边又更提升了 那l等于4 high pass的区域又更提升了 所以你如果今天有个moving target落在这边 你用比较高order 比较长的这个MTI filter 它这边能量会整个被拉起来 很显著 相较于这个clutter 因为我们不是说clutter的能量应该很大吗 远大于这个moving target 但是你在速度为0或低速的区域 这边做了一个压抑 所以我们现在刚刚先看了就是说 这个moving target会一直被提升 提升起来 那速度为0的地方我们来看 刚刚我们有说l不一样的时候 它的速度为0或低速区域 它的深度弱的深度跟宽度也会不一样 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到说蓝色的是l等于2的时候 它的深度 它的深度怎样 我们先看看它的宽度 它宽度相对于其他颜色没有那么宽 那它的这个深度也没有像其他l越大的时候越深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边蓝色的线还是比较高的 那宽度来讲的话它也比较 它也比较没有那么宽 那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说 为什么我刚刚说moving target也有可能会被衰减 原因是因为你如果moving target落在这里 跟clutter靠很近 那这个时候你就跟你的l等于多少有关系了 你有可能会被衰减 你有可能反而被压抑下来 那所以这个深度跟这个宽度 其实就是你design这个MTFU的一个trail off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东西 pause cancel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你如果真的要做的时候 你也可以透过一个最佳化问题去做一个 针对你的问题的最佳化设计 那这边只是提出一个最简单的closeboard 你可以直接套用 那所以左边其实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这个平谱图 这个平谱图上面反映出它MTFU的 知语讯号上面的处理的方式 moving target在高频的成分会被提升 但是moving target如果在比较靠近低频的区域 它有可能很不幸的也会被压抑 也会跟着被压抑衰减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理想上 假设今天有一个理想的filter 我今天假设一个理想 我当然希望说比如说我今天我的high pass那么高 我只知道我clutter会落在比如说正负0.1之间 那我的high pass我想要设计这样子 理想上我想要设计这样子 那可是这通常大家也是要很难 因为这边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几乎是像rectangular的 然后弱点的 的那个深度要那么深 基本上这个反映到high domain上面 其实我在做这张图的时候我其实有画过 但是我大概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你想要设计我现在画的这个builder 你high domain的type数要很多 你并没办法符合low order的要求 你会变成是一个high order high order 当然你可以说你high order 你可以做得到你就做 那就是说这个 如果你要设计像我现在画的 我心目中我想要的MTI builder 就是速度 我如果知道我的plot弱在比如说正负0.05 0.05之间 我正负0.05这边我要很 很弱很notch 但是呢只要是大于正负0.05 我都要整个把moving target 能量大幅提升起来 那如果要设计我现在画的这个比如说 通常呢 他在Title面上面 他都需要很多的taps 就是来表示 所以并没办法用像刚刚这一页那么简单的 L等于2L等于3 也就是H0H1 或H0E2 或H0E23 这种几个所谓的taps 我这边用这个taps 这个词 taps 那么简单的binary response response来做表示 那所以这边我本来有要画 我现在手画这张图 不过后来发现 要做出这个东西 他那个binary response response太长 所以就算 好 那所以看到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是我今天用我们在上一堂课 所学到的那个clutter的modeling 去产生了一个clutter 所以我觉得这边就是一个用 刚刚在上一个部分 所学到的这个产生方式 我去产生一个clutter訊號 在紫色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clutter訊號 他在这个速度为0的地方能量很强 那我今天就套用左边的这个MTI Builder 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紫色的地方被压 完全被压抑下来了 完全被压抑下来 但是呢 他在高频的成分被提升了 所以这个提升当然有好有坏 你如果这边有moving target 你一并会被提升 但是呢 我刚刚有讲 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些频谱上面 其实你有noise 他也会跟着被提升 然后呢 你如果有这个clutter的silom 如果在高频的地方 他也会一并被提升 那所以 你如果说要单看说一个moving target 在这里 在高频的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moving target 的成分在 在这里 moving target 那 你说moving target的成分被提升 但是你要知道它里面所combine在一起的 这些clutter silom 他也会一并被提升 所以对于这个moving target的snr 的整体提升 是不一定有帮助的 甚至你如果考虑 在这一个频点上面的scnr 那我们这边的c 指的是这个clutter 他在这一个频点上面所贡献的silom 他也会被拉高 所以 从这边来讲 其实mtfu对于moving target 本身的detection的能力 也是没有增加的 他只是 他只是说 他把中间这个 大命点成分把它消掉而已 那所以 我们现在是用平补来看这件事情 但是古老 我还是强调一下 古老就是在titlement上面 做mtfu的 他只是帮助你去判断说 这个 你这个讯号里面 他的成分 dp的成分把它弄掉之后 是长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有平补的概念了 我们可以从平补上面去想 那所以 一样就是说 理想上我想要设计左边 我自己画的那个标准 可惜的是 如果他对那titlement 即使你现在要做 即使你现在在这个 你现在在真实的产品里面要做 你如果要在titlement上面做convolution 他的点数tap数太多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要 你如果真的要做 你要知道说 这边的成分被抬高的时候 你这里面的不理想成分 moving target的回波讯号里面 所以含着 一般基本的receiver的 double noise 或者是其他频点上面 扩散过来的 silo的这些不理想清 他也一定会 一并会被提高 基本上我们不是很喜欢这样子 所以对于moving target 落在这个 他的这个高频的速度位置处 他其实没有 对他的vitation 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甚至还会衰减 但是好处是 你可以把这个 那么dominated cloud的成分 透过MDIBO的 可以把它离掉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等一下我们要来讲 这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这个 在频谱上面 速度频谱上面 我们可以直接做DMV的 那会 一些简单的formulation 要长什么样子 好 那现在是1.53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大概2点 5分 2点10分的时候 2点10分 2点10分再继续上课 好